大家好 我是王狗 我拍片到現在呢 也累積了兩百多部影片了 有趣的事情是這樣子 某一天呢 我打開我的Google工作室的後台 看我影片的觀眾們 最常搜索我的關鍵詞是哪一些 結果你們可以看到 第一名 王狗 第二名 都市傳說 第三名 最恐怖 你們這些重口味的傢伙 既然現在大家都吃得這麼重鹹 那我不如直接來拍一集 就叫做 直接來跟你們大家分享 我拍的所有影片之中 我認為最恐怖的是哪一些 但是恐不恐怖呢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的主觀的 目前能夠評斷的標準 除了主觀的自我意識之外 就是要以點閱率 所以這也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YouTuber 都會被流量綁架的原因 那我們現在直接打開我們的網頁 那我們就從這個 世俗的標準點閱率 來一步一步帶大家往下看吧 我今天就是要排個前十名出來 首先第一個Siri 就是我們在跟Siri對話嘛 結果他說一些 很關鍵的 回答 氣氛就是挺恐怖的 所以我先把他列入前十 暗網神秘電話就是 我撥打一些 關於國外的電話 結果 成功了 真的有照那個傳說裡面 所說的 然後這猛鬼飯店 喔 就是我一個人去居住 傳說中有鬧鬼的 飯店的 房號 但是我不能講是哪一間 那這一步我覺得蠻恐怖的 所以列入 那異世界電梯 就是我一個 有靈異體質的朋友 挑戰這個 都市傳說的時候 被打了一下 但我覺得這不算恐怖 這只是 戲劇張力比較足一點 亞洲地獄電話 最後面還蠻好笑的 其實大家可以去 小看一下 各國撞鬼 影片 這沒什麼 這七四七雄就是我講了一些 類似海櫃湯的東西 最後呢 最恐怖的其實就是我自己 為什麼 你們要看了才知道 泰國玩蝶先 這個也還好 藍金自殺遊戲 這確實被找了 但是 這比較像是 勸勢影片 然後這就是飯店那一集 同一集 開天眼 這個我覺得是題材特殊啦 因為他牛的眼淚 滴下去 據說就是可以看得到鬼嘛 一直以來的傳說啊 但沒有人試過嘛 我就去試了 崔童謠我覺得可以 算是我個人真的很印象深 可以很 很常拿出來講的一部 因為他有一些細節 是真的挺恐怖的 所以他可以列進去 講公同像 就是我去 政大 觀察他們這個傳說的講公同像 生命女子小鈴這個 是一個詭異的人啦 他就是出現 然後把我騙到一個主人 然後就消失 恐怖影片他5 紅人我覺得也蠻恐怖的 紅人也可以 紅人 應該比Siri恐怖 這個鬼影石錄下 我覺得 可以先列入啦 因為裡面拍到的一些照片 的確有一點點的 小恐怖 分艙鬼魂 點率挺高的 但是 他就是我用電子儀器 跟鬼魂對話 確實有得到一些回答 惡魔香的 我覺得可以 就是我去暗網買了一個惡魔盒子嘛 對那最近呢 我也有亂買了一些東西 大家 可以期待一下 神秘女子把我丟在樹林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不是好看啦 宮崎駿就是 故事 穿著和服 狗對我廢叫 我家的狗 全球靈異照片 TOP3 失蹤的小孩 哥倫比亞都市傳說 我覺得 一台有趣啦 假靈異照片 就是我那個時候拿 假的靈異照片去測試一個廟 讓你扭扭 他是感應的時候會一直打嗝 挺酷的 眼睛出現異狀人滅雨 是恐怖 對 通往地獄的電話 打給未來一死去的自己這樣子 紅人夏 他說他有吃通靈者的人 我請他去測試一下 閣樓的冤魂 有拍到東西在飄 這個我有印象 他是好玩的一個傳說 女鬼喬 氣氛有到啊 應該也可以列入前十 一個人的桌米場 這是我拍的 人生第三部影片 大家想要看我很早期 很早期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這真的非常的早期 鬼的三種方法 其實我已經忘記在演什麼了 Facetime 都市傳說 這個也還好 就是打給自己 別在半月iPad的 恐怖影片而已 這也是恐怖影片 是網友投稿 這我也還好 剛過也是我早期拍影片 這個是實測 生活 娃娃後來我有 找孫康佐一起來玩 這個鬼影實錄也是回到我 曾經有撞過鬼的地方 然後去拍照 網友投稿 鬼來電 就是一個都市傳說 叫做鬼來電 跟電影投名 午夜遊戲前一陣子 非常的火紅 就在那個4年前這個時期 我忘記是什麼奇怪現象發生了 好像是蠟燭吧 然後這個逆拍的時候 對電梯自己打開來 這個筆線呢 是恐怖的 可是恐怖的不是影片本身 恐怖的是 我跟我 朋友 我們回去之後 發生的副作用 很恐怖 他回去的時候發現 他的家 多出一個虛擬版的他 那個虛擬版的他會 跟他老婆說 我回來了 然後我呢 就是 那幾天都睡不好 再一個是 廁所的花子 這個也是很早期的 第二部影片吧 你看這個時候字體還要用那個 微軟症黑體 下一部髮先 測試我在燒頭髮 廢棄金醫院 這就是找網友去探險 這個也是有發生一些巧合 這是跟未來男友他們去探險 這部就是 戲劇張力真的很大 鬼面 縮在鏡子裡面看到一個 東西嘛 然後趕快衝過來救我們 然後就砍到 過王的頭 然後他就頭破血流 所以 這部就是張力超夠 但是 恐怖嘛 我個人覺得他的恐怖是 張力 鏡仙 鏡仙就是我會看到自己外的老婆 測速 鬼故事系列 世界三大進播歌曲 然後我朋友聽到頭暈 他就走了 所以同樣的後續 遇到一個 台灣一個叫做悉寧國宅的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也是傳說 非常多的鬼 我就去看看這樣子 這個性靈醫院我覺得 算是恐怖的 因為他真的錄到一個女生的笑聲 我們全部人都聽到了 然後拍到一個女鬼影 半夜玩恐怖遊戲 這個還好 11英里 我很喜歡這部 我朋友他 下車尿尿的時候被嚇到尿褲子 推薦大家去看 但是 恐怖嘛 我不列入 猛鬼大樓 這是鬼故事 歸影片 這是很早期的末班車都市傳說 也是我去等末班車 那鬼旅店 鬼電影 看見鬼的方法 居家版的我都不列入 恐怖的範圍 因為 在我家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每次回家 我都會進到家 好怕喔 所以 通常在家的 我就不會覺得 選說他很恐怖 但通常我的居家版的都會發生一點事情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那個家有鬼 家中有鬼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列入 因為這個時候我就是自己一個人住了 這裡我就會覺得是恐怖的 一個人的123木頭人 東西掉下來 我記得從後面 這部也是我很早期的都市傳說 也是很好玩啊 民雄鬼屋 這還好 玉智夢就是我跟我朋友 我們以前在夜市郭校遇到玉智夢有關 疊仙廢棄診所 然後這是我一個人去大阿里山 然後我 帶了4台GoPro 然後就是要 先試看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這樣子 我跟我朋友去 收金啦 因為我們挑戰的都市傳說 遇到娃娃洞了 有一次我們去文化大學玩筆仙 被強勢的下架 但我很喜歡那部文化大學的筆仙 那個鬼是 他是很善良的鬼 下一部 鄉下撿羞花 這部是挑戰台灣鄉間的 桌女秋 這個童謠 都市傳說 然後我又是在 雲林的一個鄉下挑戰 然後就是 整個就很Local 這是他 他說他在這個飯店遇過色鬼 我就把他請過來 來這邊看看 血心嘛 這是那時候很流行的傳說 蓋白布躺墳墓 在墳墓蓋白布會怎樣 他起來真的流鼻血 這是網友投稿系列 開箱網友的 影片照片 對你有的話 你可以投稿給我 下一個地下室的女人 我們有個學校的鬼故事 吊水鬼這個我不列入 但是他有發生事情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晴天鋼這個小手 我先把他列入 因為他是屬於我拍到的東西 裡面 算是很明顯 網友投稿 對 就是兩個 馬來西亞 來自馬來西亞的 也是靈異的YouTuber 直播組 我們就去一個 台灣廢棄的監獄裡面 蒙著眼 接受對方的指令去探險 地點很恐怖啦 可是沒有列入前十 然後這個鬼影實錄2 我覺得也恐怖 這也是我常常拿出來講的 連續寡貝七次 的那一件事情 千萬無人海域恐怖ABB 那時候很流行嘛 觀落嬰就是我真的去一間廟裡面 觀落嬰這樣子 這個神秘高僧就是 有一個高僧說他是 我忘記是什麼宗教了 反正就很特殊的宗教 施展了什麼 鬼魂在抽煙 我是覺得蠻懸的 可以看看 1萬QA 這是一個俄羅斯的 雪怪事件 女鬼瀑布 我們去女鬼瀑布找某星 百物語 這是一個日本很流行的都市傳說 就是你點100個蠟燭 然後講100個故事 沒講一個鬼故事 你就吹掉一根 那據說吹掉最後一根之後 就會出事 要忘記我們出事了 妙族的解析 民意地點拍照 一刃碟仙 這個應該就是蠟燭洗掉吧 幽靈子調安城 這也是在我之前那個舊家 18.98赫茲招鬼 也是測試那個時候一個 電影的傳說吧 下一個 鬼屋住一晚 這是我去 某一個國小睡一晚 我覺得這個系列也是 挺恐怖的 大家可以找 校園十大不可思議 然後網購 就有這個系列 通往異世界出租車 在車上燒鼠灰草 湖水開天眼 這部真的很有創意 在最後 做了一些事情 網友投稿7 就是網友投過來的東西 我把它開箱 十字路口 挑戰在十字路口 玩都市傳說 別再半夜說鬼故事 我們去碧壇的山區 坐在那邊說鬼故事 就他老婆就是很容易撞鬼的那個 鬼修女真人版 就是一個 自稱驅魔者的人 跟我分享他的經歷 就是去車室 是愛君樂狗濾鏡 靈動新樂園 想做 好玩的動畫 死亡QA 是因為這部地獄電視出事 然後我才有了 前面那一部地獄電梯 紅衣小女孩這個就是去 真的紅衣小女孩的大坑步道 在詛咒娃娃入深山 有拍到一個鬼影 這是去新竹的吊橋探險 娃娃鬼 自己會敲門回家 惡事鬼 挑戰香港的都市傳說 這集的四節遊戲 我忘記發生了什麼事了 但是 我真的覺得好看的那集可惜 空間那個鈴鐺真的亮了一下 召喚惡魔儀式 露西法復仇 靈魂出鞘 欺騙詹卜斯 測試他到底準不準 世界詛咒畫作 Baby Blue 也是那時候很流行的傳說 是在我那個酒家 不知名的仙 喔這就是琳達的開箱那個時候嘛 查理遊戲 台南十大鬼地方 跑去台南網路上傳的十大鬼地方看看 尋找惡魔瓜果 這是我那時候 仿造鬼電影系列 北宜大直路 恐怖音廟 我這是網購旅行 就是介紹一些 大家說很恐怖的點 可是我是用另外一個角度 人體上完筆先 地下墳墓 這是我分享我去一個 地下墓穴 我覺得最恐怖的一次經歷 符咒詩幫我把我的惡靈河鎮壓 非洲嘟嘟娃娃下骨 然後這時候我入到一個鬼火 景星大樓 最近也是網購旅行團 大家廢墟打氣彈 然後這時候我去彰化 送後座的路線 走一遭看看 這是壁壇的公測禁記 然後這是帶阿神回去 吹頭那個地方看看 因為我覺得那裡實在是太恐怖了 然後這是帶那個雞童 鏡子梳頭髮 結果真的梳到 某一個地步的時候 電燈突然自己停下來 養鈴人國家 他們自己是通靈的人 然後問一下他們 加強版六芒心儀式 我覺得最後結局還蠻好笑的 好冷喔 我跟小蜜去虎頭貓村 結果回家之後 他家的貓對他 空氣神奇 這樣子 這是越南都市傳說 我消失了 應該也是宣布什麼事情 謀生載動上 對這就可惜嘛 下集不見了 猛鬼大樓解析 我好像是用科學的方式去解釋 猛鬼大樓 社子島 這個地方很酷 我還沒有去那邊 太恐怖的都是傳說 但是我會去了 相信我 網友投稿 起歐不列獄吧 哇 這部片 算是 對我來說 算是對我來說 意義非常的重大 在念大學時期 總是會有那種 很懵懂無知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未來 到底會做什麼 從事什麼行業的 那段階段吧 你可能有好多個志向 還在選擇 這樣子 那這部片呢 就是那個時候的 那那個時候的我的 最大夢想 就是成為一個YouTuber 我還甚至還為此 寫了一首歌 寫完啦 欸兒子 別再浴室浪費時間 一半還要大便 今天要怎麼沒穿衣服呢 那我請教 羅香仙姑吧 羅香仙姑 我還沒穿衣服 門縫傳來真正叫罵 期待的表情 他早被錄下 十分鐘就讓水氣 瀰漫小的空間 精湿的粉末 用不盡的大把時間調和 搭配出最柔順的矛盾 也還未思考過人生的責任 就這樣他一直嬌 紅點點他一直拋 畫面上的他表情 開心的一直笑 不曉得現在的懵懂 給未來帶了很多關照 他開始自我介紹 坐到盡頭前不知道 這聲音竟會傳到 被美大邊緣 他忘了把熱水關掉 這聲音能穿透了心跳 直到此刻被你我聽到 你就明白了我有多屌 這天是一場夢 一場即將生成的夢 還不知道他還不知曉 要笑聲點別讓他聽到 這天是一場夢 這天是一場夢 一場不真實的夢 他還不知道他還不知曉 未來經歷兩種都想不到 且他按下紅色錄影鍵結束 今天日常嬉鬧 默默左肩 他不理解 想有悟性東西 感覺今天並不單調 他看著浴室也許是世界大戰 剛打完第三次 於是他又開始大笑 荒謬人生美好 又不單調 就算當個沒人看的youtuber 有多快樂不管那些hustler 當時根本不知道 一個毛頭小子拿著一袋粉 就能雙數大的名號 因為現實有多少 快樂的支票連你做夢都不會夢到 這天是一場夢 一場即將生成的夢 他還不知道他還不知曉 那就笑聲點別讓他聽到 這天是一場夢 一場不誠實的夢 他還不知道他還不知曉 未來經歷連終都想不到 Hey yo我是王高 到底為什麼會穿這樣沒錯 我們等一下要去泡澡 但是我不是要用一般的水泡 我們只要用一種很特殊的紅銀泡 他叫做OVE 是一種用力 對他他越堅硬 越溫柔 對他他越柔亂的一種機器 Let's go 讓我們現在開始泡澡 讓我們跳 好 好那今天就這樣結束了 這部片對我來說意義真的很大 他是 最懵懂無知的我 挑戰心想事成的都市傳說 Zoom聊天室這個 我最近拍的啦 就是這個場景嗎 大家看得出來 實測鬼的溫度 我記得好像有測到的東西 黑暗黑交換禮物 未來男友啊 烏鴉啊 秀玉啊 警星大老師上也是最近拍的 就是FBI的考核內容 好可愛喔我那時候戴眼鏡 這時候是整朋友 我覺得也蠻好笑的 台電發電廠 挑戰都市傳說吧 會考 名校利七屋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啊 雞同都市傳說 全台事故地點查詢這樣子 學生生涯 Talk 事件事 我要成為草莓王 人生第一款自製手遊上市啦 創作版YouTube是我們 遊戲工作室做的第一款手遊 妖怪事務所是第二款 然後現在第三款貓室 正在進行製作中 然後貓室的配樂呢 也是由我來製作的 對所以大家 千萬要支持 南投武昌廟現神機 就是南投有傳說一個廟裡面的神像會自己長鬍子 我就是去拍拍看他 健身減子 很喜歡健身的時候在挑戰的Vlog 然後這是提升魅力的方法 我覺得就是留鬍子吧 反而是變更醜了 廢棄捐存 有拍到有一個 白包啦 算是幫解心大佬這個 破除一些 迷思吧 跟那邊管理人對話 然後他講出了很多媒體現在報導上的一些 誤導 現實版神機寶貝大師 我挑戰釣魚 我不知道我那時候在想什麼 謝元錦老師來我家幫我看風水 萬聖節快樂 又是跟黑羽他們交換 塔羅拍解密 米莎老師帶我玩塔羅 街貓救援行動 那我們工作室呢也有提供一些 資金 讓民眾去有結紮的話可以去找他們申請 我們去跟他們配合的 那最後福利大方說就是有看我的IG的人就會知道 哇 200多部 我曾經的影片 全部都 逛完了 覺得 unbelievable 想不到竟然逛得完 來看一下我們到底有整理出前10部我覺得最恐怖 沒錯我個人心目中的 王狗都市傳說最恐怖 答案就在這 所以大家 關鍵字不用再去找了 剛好也藉著這個機會呢來跟大家聊一下 我最前面一開始所講的 關於YouTuber被流量綁架這件事 為什麼會這麼的 平凡發生呢 做YouTuber的人 我們大家都是 人 只要是人 都一定會需要成就感 都一定會需要 被肯定的感覺 那YouTuber 在你新認識一個YouTuber的時候 你去評斷他的一個標準是什麼 通常都是點閱率 你會看這個YouTuber 他的點閱率高 你就認為說 熱門的YouTuber 他的點閱率很低 他連個什麼都不是 在這種狀況下 YouTuber們是不是就非常容易被流量綁架 人活著 都會需要 不斷的進步 不斷的充實自己 讓自己感覺 隨著年齡 智慧是有在提升的 技能是有在提升的 但是 好笑的就來了 點閱率這個東西 並不是因為 你個人 多有深度 變得很有智慧 然後你的點閱率就會爆高 點閱率好不好 真的只是看在於說 你這個題材有沒有打動到觀眾 有可能你今天做了一些 很智障的事情 可能你點閱率破百萬 那你今天做了很有深度的事情 你對社會貢獻 可是你的點閱率卻只有幾千 你的心是不是會很 心灰意人 所以啊 我想跟所有的人 當然也包括YouTuber 也包括 鏡頭前的你 忘了跟你們大家說 很多的時候 你所做的事情 不要只是看到說 你的付出有沒有得到 所謂的回報 比如說我今天是一個上班族 我去聯絡很多客戶 經濟自己的技能 但是呢 主管還是沒有夠加薪 這種得失心 就是不好的 你反而看的是 我從這些事情之中 我得到了什麼經驗 我的那個得 得失心是要用在 我絕對我自己有沒有進步 我有沒有愧對我自己的時間 我發現沒有 那我就是有成就感的一個人 就像YouTuber 不要被流量綁架 這件事情是一樣的 當你不會被左右的時候 你就會變得越來越強 因為你懂自己要什麼 你就會一直往那個目標前進 當你變得越來越強的時候 相信我 這些回報 將來也會回到你身上 有人說這社會很現實 是落落搶食 我認為這句話也是 說對了一半 不如就是說 你付出的多 你自然回報的就多 這就是所謂的 強者吧 OK那就感謝大家 今天對我們影片收看啊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狗 那我們下次見啦 我們下次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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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